歡迎收看一屋年輕人 不知道是不是外國的生活 特別自由, 特別好玩呢 所以外國回來的人都很放鬆 和直腸直肚一點 絕對是, 別人說我都不相信 我親身經歷過 是嗎 這集請來在外國長大的 Lisa真的很率真和直 因為在港姐決賽那晚 她很直地告訴大家 你很醜的樣子, 謝謝你 你記得現在有小器, 你大放 我其實不記得, 我看到她 我記得那晚的過程 而且她告訴我什麼 男人是著重內涵, 所以我不介意 你知道我們是開啟的, 你知道嗎 不… 今天我們邀請Lisa來 不如說說蘇格蘭的生活吧 好, 蘇格蘭的生活 好, 你說蘇格蘭的生活 Lisa不開心 因為她已經離開了蘇格蘭的家 幾個月了 你會否有家式很想念家 想念我媽媽, 我爸爸和小狗 你爸爸不是來香港 我看到她東張西望又煮雞粥 已經回去了 已經回去了? 已經回去了 你今天自己一個 對, 我表妹上幾個星期 不是飛過來陪伴我, 所以她現在和我住 她在家裡, 她不是… 那次有個女生和你在沙灘拍照 是你表妹嗎? 不是… 她是一個YouTuber 她在香港出生的 她爸爸是法國人 媽媽, 她和你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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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樣子 那我想問, Lisa, 你是否從出生 到來香港參選港姐之前 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蘇格蘭的生活 對, 我在蘇格蘭長大 幾年時間? 幾年, 25… 25年? 其實你的中文說得不錯 不錯, 在家裡有時 和我姑媽說一下 我和爸爸說英文, 所以有點難 大家很多 小時候就已經說廣東話 還是看什麼? 廣東話 其實… 紫石少女的廣東話 很恐怖, 紫石少女 你真的要檢查一下 Anson, 你讓我和Anson笑 你的紫石少女 可否要抓到一次 對, 她說了就很恐怖 有時候應該開始說廣東話 還是可能長大一點才說 不, 我很小時候已經會說 我媽媽會過來吵我 但她不懂得說英文 所以一定要學一點 她懂得說Lisa 即英文就是Lisa? 對 你好, 再見 不如大家說一下 我想問在座有誰是曾經去過蘇格蘭的 請舉手 真的沒有人去過 大家不如寫下對蘇格蘭的印象是怎樣 Lisa, 你也可以寫的 因為你是蘇格蘭長大的 你寫下對蘇格蘭的印象 的印象是怎樣 不過說到這個地方 真的很少香港人去旅行 通常都是去旁邊的英格蘭 然後順便去買 對, 去倫敦那些地方會比較多 大家寫完嗎? 1 2 3 好, 先看看 Sandy, 你不是寫出來或畫出來嗎? 對, 就是那些蘇格蘭 經常會有人在街上打鼓 而且他們都是穿裙子 因為我之前在大學的時候 認識過一個交換 他們都是蘇格蘭的香港人 然後我問過她是否男生會穿裙子 但她就說這是一個傳統 她說現在可能年輕一點 已經很少會穿男生穿裙子 所以我不知道是否真的 可能要問一下Lisa 是否蘇格蘭人喜歡穿裙子 男生一定要每一年都要穿裙子 如果她表演, 她會穿裙子 有誰寫蘇格蘭裙子 我們有這麼多人在裡面 紫石 格仔的裙子 好像是 紅色格仔 好像是白摺的 白摺下來還有格仔 我也是寫裙子 但你很有趣 你寫戰鬥裙子 當然是戰鬥裙子 戰鬥格是嗎? 他們穿著鼓子在那裡打 所以以前的人打仗都是穿裙子 蘇格蘭 是嗎?以前蘇格蘭人打仗是穿裙子 好像是 那豈不是很不方便 不會怕走光 裙子裡面還有一條褲子 它有刀, 你穿裙子裡面有刀 就是掩飾著? 不是真的, 現在是膠刀 現在是裝飾, 膠刀 之前是真的 波波, 你說那個裙子 是雞腳, 但你那裡有什麼事? 我也是裙子 我也是裙子, 而且他們經常戴很高的帽子 是黑色的, 很厲害 很多頭髮 如果香港有哪個藝人 穿過蘇格蘭的裙子 我記得好像鄧子豐哥哥 因為本來他玩軍事東西 會奏樂那些 但聽聞說 你知道最傳統蘇格蘭的男人穿裙子 聽聞他們是不穿內褲的 沒有下衣 很尷尬, 一陣風不吹過 很熱, 裙子是很重的 所以如果他們穿內褲是很容易 所以他們不穿 但蘇格蘭不是很冷嗎? 對, 但你穿的裙子是很熱的 有很多層 所以是很… 不會走光的 不會, 而且真的很重 很重的, 我也想試一下 你有沒有穿過男生的裙子? 沒有 但是女生會穿蘇格蘭褲嗎? 會不會穿蘇格蘭褲嗎? 沒有 沒有 她怕不到, 要取笑 不是, 她會取笑 是嗎? 但她覺得不好笑 是嗎? 不笑 不笑 已經想了很久 這個蘇格蘭的笑話 對不起, 我收起來了 我收起來了 但有很多東西要拍攝 蘇格蘭蛋, 我真的沒聽聞 蘇格蘭蛋, 我聽過而已 蘇格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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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很傳統的英國菜 我畫在這裡, 是嗎? 是不是很像? 很像, 因為我沒看過 所以說像, 像不像? Lisa? 很像… 我解釋, 它有層肉, 免治肉 然後包著蘇格蘭蛋, 拿去炸 近年來, 大家如果去吃英國菜 就會經常有這個伺服 蘇格蘭蛋 因為它的名字是蘇格蘭蛋 中文又叫蘇格蘭蛋 我看到它是否是蘇格蘭來的 是蘇格蘭來的 是蘇格蘭來的 原來是 而且我們有吃雞蛋 所以放點醋在蛋裡 放點醋在裡面 醃蛋 這麼有趣? 所以你留在裡面, 不知道要留多久 但你買回來, 有點醋在裡面 然後有很多蛋 所以你這樣吃 我會不會像是皮蛋 皮蛋 皮蛋也是很傳統的 用鴨蛋, 不知道怎麼用泥 類似是發酵後, 吃粥很棒 你知道嗎? 非常棒 什麼時候會吃這個蛋 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蘇格蘭 你有沒有吃過蘇格蘭這個蘇格蘭蛋? 有, 我不太喜歡吃 為甚麼? 甚麼味道 我不喜歡吃蛋 所以我不吃 但如果你出去吃東西 有時有機會可以吃 但你也不吃 但沒有脂肪就足夠營養 我喜歡吃蛋白, 但不喜歡吃蛋黃 是嗎?營養學家 如果不吃蛋黃, 會不會缺少蛋白 其實也不會, 蛋白也很多 但有些蛋白質 就是蛋黃才有, 還是很專業的 如果吃完就可以吸收 不過的確不吃蛋黃 卡路里和熱量會較低 較低 我們現在為甚麼去了營養學 對, 如果說到蘇格蘭 一定想起蘇格蘭摺耳貓 因為牠的耳朵摺耳朵 而且眼睛很大 很多女生覺得樣子很萌 很有趣 但說牠很容易有傳染病 不見人的樣子 因為有遺傳病 所以手腳好像關節那些 很麻煩 養一些健康的就好一點 先看照片 Bonnie也想起這件事 對, 因為覺得牠很可愛 比起平時的貓, 會很高鬥 但牠看起來好像很噁心 好像會經常黏著牠 所以我覺得很可愛 但沒有, 看實際上 這群是否在蘇格蘭 真的有很多這些貓 我沒見過 牠很可愛 但我覺得是否名字 就是叫蘇格蘭摺耳貓 不知道是否大家上網搜尋 可能不是出自蘇格蘭 還是怎樣 蘇格蘭人也沒見過 通常是甚麼貓 我們有很多Bangal Bangal是哪隻貓 牠們有尺寸, 牠們很像貓 牠們很漂亮 有些像 但很小 很小的 像老虎, 小小的 Bella, 你想起甚麼 我不知道為何想起奶 我也想起了 蘇格蘭奶? 我總是想起那些人 剛才你們說的那些 穿八折裙 你剛才說牠們大一點 我覺得牠們很喜歡喝奶 是嗎? 對, 我們很喜歡喝奶 是嗎? Bella, 很棒 很棒 K-O-L 像羊羊, 新鮮奶 對, 我住的地方有很多羊 有很多牛奶 所以有很多牛奶 你有試過在那裡拿牛奶 讓自己喝奶 不會, 牠們要先洗奶 牠們有清洗過程 但有些朋友也有毒 對, 消毒 有些朋友有些藥物 你可以過去跟牠們… 我有時跟牠們一起喝 那些朋友有些藥物 你有試過拿牛奶 還有牠們的孩子 牠們剛出生 幫牠們餵奶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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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喝過香港的奶嗎 有分別嗎 別人說不同的味道 我還沒喝 Bella很熟悉 你叫Bella帶你去喝 對, 為甚麼 對, 牠們是鮮奶K-O-L 有很多K-O-L 對, 紫舌是想起甚麼 我想起那個也是羊 但我只是想起我覺得 那個威士忌 威士忌酒 也是一個很出名的… 叫甚麼? 出產地 因為你去機場 例如某些免稅店 例如很多時候 都有蘇格蘭的名酒 我覺得那裡好像應該… 去到那裡 如果買一些酒 可能會… 在蘇格蘭那裡 是否很出名的烈酒 在蘇格蘭那裡 對, 很出名 而且便宜很多 在這裡要寄過來 所以在那邊便宜很多 那裡的人都是流行 我們喝東西 都是喝威士忌 其實我回到香港 我認識更多人 喝威士忌 還是在那邊喝威士忌 那邊反而沒有那麼多人 沒有那麼多人喝的烈酒 沒有那麼多人喝的 他們要經營多一點 那蘇格蘭 會否很驚訝 自己的威士忌 或者釀酒的文化 他們是很驚訝 他們很驚訝 蘇格蘭不是… 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但它的威士忌很有名 所以他們很開心可以出這個 哦…